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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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扰乱朝纲 儿等官员务必尽职尽责 严加搜捕 剿灭变法乱党分子 不得孤膝养奸 听此 臣领旨绩奸 老佛爷万岁万岁万万岁 各位各位 无论老主顾还是新主顾 只要签了合同的 交了定金 合同签了 这定金我们也交了 保证按时交货 放心吧 那没线和配份 这没定合同呢 就请多多包饭了 这我不在乎了 唐老爸我们今天交定金行吗 您票都带来了 对对对 对对 金融家 对呀 赫斯实在是应酬不过来了 那怎么办呢 各位放心 郝先生 作为一个经理 看到人家的生意如此兴隆 你有什么感觉 为什么我们的客户全都跑光了 为什么应该是我们赚的银子 都给丢掉了 为什么让一个具有对我威胁的公司 出现在我的眼前 为什么让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国人 把应该属于我赚的银子都赚走了 你作为一个经理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的生意就会被击垮 我们大名鼎鼎的佐藤朱师会社会 因此受到极大的耻辱 我限你一个月 要让这个公司在我眼前消失 不然的话 下个月我就另请高明了 我儿子唐青山呢 他亲自押着到南洋去拉木材的轮船 还有半个月就能回来了 还得半个月 还得半个月 听见了吗 唐青山公司他们的木材 半个月之后就运到天津了 与其让他们赶尽杀绝 不如我们就主动出击 是 大把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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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在想什么呢 是不是在想我那没过门的嫂子呢 快两个月了 当然想了 那就快回去 把喜事办了 我爹这样跟我说的 可是我们一回去呢 事情就很多 咱们冒了这么大的风险 老远地跑到南洋去 回到天津 说什么也得好好干一场 对吧 对 咱们这一传木头啊 一准会卖个好价钱 我们不卖木头 不卖木头运回去干什么 你说天津这两年 木头为什么这么好卖 还不是庚子年八国联军 攻打天津城 烧了好多房子吗 对啊 老百姓要盖房子 洋人扩展的租金 也要盖房子 我们不买木材 我们要把木材 变成房子 客户要什么房子 我们就造什么房子 如果能这样 我们就可以赚更多的钱了 那当然好了 咱们得跟那个 七行八市的 日本左腾央行 比试比试 那你说 我为什么要赚那么多钱呢 你不是说过吗 洋人欺负我们 日本人也一直在欺负我们 我要赚更多的钱 来实现我实业救国的愿望 据查 咱们手里掌握的 跟变法乱党有关系的 一共有24人 北门里的举人 何穆里 曾经教他的学生说英国话 有变法乱党的嫌疑 南门脸的刘章士 在北京康有为家当过老妈子 是变法乱党的嫌疑分子 东南角青山建筑木材有限公司 唐青山的爸爸唐天平 在饭馆喝酒的时候说 日本洋行在中国地面上 七行八市 仗势七人 这成什么世道了 有变法 唐青山是不是那个 要娶媳妇的唐青山 就是他 听说他那个没过门的媳妇 那是天经卫头一号大美人 叫什么来着 叫适派珍 小姐 你等我一下 翠儿 你快点 飞大哥 佩真 上车吧 我在这儿等你半天了 飞大哥 我可没有答应 要坐你的车呀 可我飞用家 心甘情愿每天来接送你 我只是去教堂 走着去是很方便的 佩真 你就给我个面子吧 青山大哥不在家 我照顾你也是理所应当的嘛 走吧 求求你了 好吗 好了好了 真是那你没办法 那我们走吧 嗯 来 裴真 慢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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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真 慢点啊 来 裴真 慢点啊 来 裴真 慢点啊 我今天 就是来 正定八百地跟你信教的 那好吧 那好吧 神母玛丽亚 神母玛丽亚 我们虔诚地信仰您 您是我们的精神明灯 您是我们的精神明灯 我们忠心的希望 您能够保佑我们 我们忠心的希望 您能够保佑我们 还希望您能够保佑此时此刻 正在海上航行的唐青山 还有此时此刻 正在海上航行的唐青山 聖母玛丽亚 我希望您能够保佑 您终顺的羔羊 唐青山和施佩真 一生幸福 永不分离 聖母玛丽亚 请您保佑您终顺的羔羊 费勇家和施佩真 永不分离 一生幸福 非道哥 你说错了 是唐青山和施佩真 没有错啊 在圣母面前 不是要说真心话吗 是费勇家和施佩真 聖母玛丽亚 我希望您能够为我作证 我这一辈子 爱的人只有唐青山 聖母玛丽亚 请您为我作证 我费勇家这一辈子 只爱一个人 她就是施佩真 请您保佑我 能娶她为妻 费大哥 你不要胡说了好不好 聖母玛丽亚 你千万不要相信她的话 你别胡说好不好 聖母玛丽亚 我的话您一定要听见 我是真心实意地爱她呀 这是我专门为她做的 您的纯金像 给你 送给我 当然 专门为你定做的 你看 送给我心中的女神 收下吧 费大哥 这么贵重的礼物 我不能收下 这不算什么的 为了你 我就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辞 你就收下吧 这是我的一份心意啊 可是 这礼物我真的不能收 你不要为难我好吗 这不是什么礼物啊 这是圣母玛丽亚 像你这么虔诚的教徒 怎么会把圣母拒之门外呢 费大哥 那是美丽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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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先生 感谢你 帝先生 正常的奉行 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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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你 对我们教会的支持 我们确定获里 现在为你举行入教的衣室 帝先生 女人 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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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这些日子怎么见不着你们了 原来你们都跑到这来了 帝老板 帝先生 这里的木桃啊 比你们洋行的便宜 做买卖嘛 哪儿便宜就去哪呗 唐老板的木材是从南洋用过来的 质量好 价格还挺宫的 告辞了 告辞 老爷子 左腾洋行的包经理又来了 他问啊 上次跟您谈的那事 不知道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两个字 不行 咱这干了好好的 他凭什么来收购咱们 你告诉他 我不见 老爷子 您呢 还是见一面 日本人啊 在天津卫 那是有钱有势 这连官府都怕他们三分 咱们可对不起的 你怕什么呀 这是在中国地面上 他能把咱们吃了呀 老爷子 要不这事 等青山回来 咱们再商量商量 青山要是知道了 他更得骂大街 老爷子 唐老先生 您这生意可真是火爆啊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彼此彼此 我们洋行的左腾先生 一直夸您这个公司 经营有方 生意兴隆啊 承蒙夸姐 我们是小本经营 跟你们大公司 那可不能比呀 这也是实话 日本人资金雄厚 连官方都高看一眼 所以呀 我才希望你们 跟我们洋行一起做生意 一起发大财呀 我们呢 不图大富大贵 只求个粗茶淡饭 过安生日 贵公司 我们可不敢高盘 唐老板 唐老板 我们左腾先生 可是个打定了主意 就一定要达到目的的主 您要是跟他闹烦了 就怕您今后难以做生意了 我们奉公守法 走得正 行得端 何怕之有 我跟你说 跟日本洋行一块做生意 那就是做洋买卖 你懂吗 得了吧 你那不是合作 那是吞并 你以为我不明白 我告诉你 你别不识抬举 我就是要吞并你怎么样 我再劝你一句 错过这个机会 你会后悔的 我还告诉你 我是有毒的不吃 犯法的不干 做正经生意 我有什么可后悔的 好好好 你有志气 走着瞧 不是说船已经到了海河口了吗 说是到了海河口 怎么还没进港 抬着队呢 中国的船得给洋人的船让路 这是哪 来了 来了 老爷 你看咱们来了 来了 来了 对对对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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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头看案了 赶紧准备一下 好嘞 好 快到家了 李柴 老婆 船头快看案了 亲身好了 行了 我去找找 好 好 尹 好 大哥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定山 你看 这新厂房的图纸 我又改了一下 哎呀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看图纸呢 船都进港了 到家了 啊 进港 啊 对啊 快快快快走 走 大伙都辛苦了 回去好好歇歇 放你们十天假 好 放下了 放下十天 爷呀 你一定在马头等你老半天了 是啊 大哥 你看 我唐伯父也来了 精彩 我没过门的嗓子也来了 青山 我看见你了 说好来接我 怎么不见人呢 人家是没过门的媳妇 哪好意思抛头露面呢 大哥 我猜她一定在家等着你呢 待会儿下船了 早点可能见面 啊 靳远 你爹回来了 快看 爹 爹 救命 哎呀 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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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伯 爹 老伯 新山 爹 你可回来了 是 回来了 老板 太好了 老板 我们去吧 行李卸下来 去吧 青山 今夜不见 哎呀 瘦了 没事 爹 您看我 撞得很啊 还没事 听说 你们在海上 遇见大风大浪了 风浪确实遇上 跑这么远的海路 我才知道什么叫风浪 幸亏有石老板在 他的技术特别高超 这一路全靠他了 哎呀 谢谢谢谢石老板啊 哎呀 这回啊 我们青山木材厂 多亏了你相助 堂家 感激不尽呢 哎呦 老爷子 您这话 可是有点见外啊 前些年我倒霉的时候 还不是你们家救了我呀 哪里 青山年轻有为 半场有风 我理应住在一臂之地啊 哎呀 那谢谢 听说这回 青山回来就把喜事办了 是啊 而媳妇也是天津味有名的贤淑女子 嗯 在这儿啊 我先给您喝喜了 哎 同喜同喜 哎 到时候啊 你一定来喝喜酒 哎 一定 一定 你对谁啊 你也一定来 哎 放心吧 哎 这 哎 哎 哎 停下 停下 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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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先回去吧 哎 哎 金山 金山 哎 金山兄 哎呀 我来晚了 惭愧惭愧 哎呀 不晚不晚 你能来亲自接晚 我知足了 有家呀 过两天啊 青山大喜 你一定来喝喜酒 还得请你多操心呢 是啊 我跟青山是什么关系 我能不来吗 哦 爹 你先回去 我一会就回家 好好好 那我们就先走了 好 永江啊 我们走了啊 好 走吧 你们先回去吧 好 走了 金山兄 实在是不好意思 生意上忙 我脱不开身呢 我知道你生意上忙 我去拜访你一样的吧 那哪一样啊 你一走好几个月 我能不来接你吗 怎么样 一路上还顺利吗 有你这样的好朋友惦记着 老天能不关照吗 还好 挺顺利 谢谢啊 那个 佩真没来接你吗 前几天她就说要来接你的 是啊 她答应过要来接我的 可我找了半天也不见人影啊 奇怪啊 谁说我没来 从你下船啊 我就一直跟着你 不过 你就是不会都看我 佩真 我想死你了 你啊 今天是众星捧月 所有的人都在关注你 你哪有心思看我 你这个精灵鬼 来 亲一下 干什么 这么多人呢 怕什么呢 反正你穿着男装啊 就当是我的小兄弟嘛 我们哥俩久别重逢啊 抱一下 来 抱一下 这可不叫男女小说不亲的 你看你啊 去了趟南洋 怎么学成这样了 我不喜欢你了 你真的不喜欢我了 当众打情骂俏 我还在这站着呢 费大哥 你还有理啊 这么晚才来接你的师兄 他呀 就应该罚站 这还没过门呢 你就护着他 你可别忘了 我也是你的同床好友啊 对了 龙家 我从南洋 给你带来件礼物 是吗 还给我带礼物呢 好 一点心意 菩萨祝你生意兴隆 万象更新 我也祝你 早起家人 生活幸福 是 谢了 谢了 不过佩真 你现在就夫唱夫随了 早点吧 秦山兄 你和佩真 现在可是风光得很啊 都成了天津卫的 知名人士了 哪儿的话 我一个生意人 这知名从何而来啊 你不知道 唐伯父 已经把你和佩真 结婚的事情 登报了 整个天津卫 都知道唐家 要办婚事了 连大人哄小孩都说 过几天去唐家 吃喜糖去 你说你不是 知名人士吗 有这么夸张吗 伯父是为了把我们的婚礼办得热热闹闹的 怎么样 我没说错吧 秦山 你不高兴啊 不是 我做梦 都梦到跟你拜天地 你好坏啊 你看我 你看我不打你才怪呢 你打不到 你把我抓住他呀 你打不到 你把我抓住他呀 你看我抓住他呀 你看我抓住了你 我怎么收拾你 你别跑 你别跑啊 你抓住我 来来来 秦山 秦山 你抓不住我呢 你真坏蛋 来来来来 抓我 来啊 你好坏呀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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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号 好 收拳 好好好 继续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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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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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停住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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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十三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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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号 收钱 收钱 继续压住 继续压住 十八 压 十八 为什么不是十八 你不用扶 你就告诉我为什么不是十八 走走走 上去 上去 你又不去了 十八为什么就压不住 我没醉 少爷您慢点 我没醉 慢点慢点 别扶我 少爷您坐 我没事 永家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快去拿一条世毛巾来 快点 我没事 伯母 看没事 永家就是多喝了几杯 妈 你回去休息吧 我真的没事 你不要管了 你回去休息好不好 我今天要跟包大人好好说几句心里话 你回去吧 永家 你知道我为什么现在痛苦了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痛苦了吗 你过来 永家坐下 慢慢说 包子 你看 坐下坐下 唐青山 唐青山 他要娶施佩珍 你还问我为什么痛苦 整个天津卫的人都知道了 你会不知道 这唐青山不是你的同窗好友吗 他和施佩珍结婚 那不是件好事吗 是好事 他娶媳妇我当然没话说 可他要娶的是施佩珍 施佩珍 他是我的你知道吗 他是我的 因为 因为只有我最喜欢他 这我就更搞不明白了 你说说看 既然这个施佩珍是你的 那这个唐青山为什么娶他做老婆 那是施佩珍被那个唐青山给糊弄了 糊弄了 知道吗 每天施佩珍对我说 他跟我只能做朋友 我不死心 施佩珍的偏心眼 我不死心的 好了好了 永家 看来啊 他真把你伤心伤到家了 叶儿 作为朋友呢 我还真不能坐视不管 报经理 你得帮帮我 你得跟我出出主意 你呢 一定要听我的话 如果不听我的话 我就不管了 我听 我听 你有什么话就赶快说 今天呢 你有点喝多了 干明儿的 我请你去个好地方 咱们哥俩好好合计合计 报经理 我这条命 可全托在您手上了 放心吧 爹 你看 都是买给您的 花这么多银的干嘛呀 你看留着结婚用不好嘛 管家 你把那单子拿过来 这是办事要准备的东西 都在这儿了 看看满意不满意呀 爹 这婚礼太铺张了吧 您还花钱再报上登广告 这动静也太大了吧 结婚嘛 这是人生大事啊 再说呢 我揪你这么一个儿子 花点银子 不为过吧 爹 现在我们厂子里 正急着用钱 奶奶木头也到了 我们下一步就是要盖厂房了 我看咱们这钱呢 还是 这是两码事吧 盖厂房的银子 我是一个子也没有动 这些银子 可是我几十年攒下来的 专为你结婚准备的 当年 咱们木材厂 刚刚开张的时候 那个日本洋行的 叫什么左藤的 他还笑咱们寒碜 说什么 半年不活 一年也得倒闭 可他没想到啊 咱们是越干越红火 我就是要争这口气 我就是让他们看看 咱们是怎么过日子 怎么做生意 爹 争气不是在这个上头争的 只要我们把这个厂子 给做大了 把这个生意给做活了 那不就更争气了吗 还有啊 佩真是信阳教的 到时候 我们先到教堂呢 去办仪式 然后再回家给祖宗 给您老磕头 行不行啊 好好好 你愿意到教堂你去 我不拦着 可是回家以后啊 你得给我好好地 按照天津妹的规矩 要不去啊 人家不说你 人家要戳我的机灵骨 这上了杨学堂 就不认老规矩了 爹 你别说了 这事啊 我做主了 警察 你忙你的生意去吧 这事 还是你爹做主啊 他这一辈子 就这个心愿 是啊 那好吧 爹 就听您老的了 这就对了嘛 老爷子 您想想 明年的这个时候啊 您就给抱孙子了 我都替您高兴啊 坐这干嘛烦死了 小胖儿啊 别坐这儿 赶快回家了 回家去吧 走吧 王妈 包大人 好久不见了 这位贵客是 你不认识他吗 教大爷 这一脸的福相 一准啊 是有才有势的 大财主啊 还叫您给说着了 你们香云班 今儿个可是赢了 一个大财神 天津卫的 肺腑祖老爷 你知道吧 知道啊 他们可是三代 卖颜的大财主啊 小孩都知道 肺老爷 给小肺 半个天津卫 肺老爷一撅嘴 海河发大水 大财主啊 我告诉你啊 这位就是 鼎鼎大名肺腑的 大公子 肺永嘉先生 哎呀 早就听人说 肺大公子 一表人才 今天见了 果然是名不虚传 哎 姑娘们赶快出来 来呀来呀 来贵客了 我告诉你王妈 肺大公子 可是见过大世面的 那些雍脂俗粉的 你可就别往这儿叫了 哎 您等着瞧 我们这儿的姑娘 都是去过租界 伺候过洋人的 哎 你看看 这是牡丹小姐 这是鹰鹰小姐 根根都不错吧 肺兄 真是美女如云啊 你不选一个 公子 不至于吧 这么多的美女 难道还抵不过 你那个施配针 这根本就没法比 哎 这怎么不好比啊 那个施配针 是西施 还是貂蝉呢 就这么叫你 勾心拉肺 包家里 我这心里乱得跟麻一样 唐青山那边 都快把施配针 取进家门了 你还有心思 跟我斗闷子 好 我今天哪 就非把你 西里集团麻给解了 要不然 我看你今后的日子 也难过了 包兄 不瞒你说 唐青山要真是 把施配针 取进门了 别说过日子 我连活都活不下去 好 王妈 你就让这些姑娘们 先回去吧 我和费兄 好好聊聊 哎 你们进去吧 进去吧 好的 是 那二位爷 你们先歇着吧 要不要叫两个姑娘 陪陪你们呢 不必了 我们呢 就去云娘的房间 你就让云娘 在那里候着吧 云娘 正跟客人说着话呢 忙吗 这云娘 可是我包着的 我就去叫她 我说费兄啊 你别再敢来回走了 行不行啊 你给我坐下喝两周 包兄 你有什么高招 赶快说出来 别卖棺子好不好 你先坐下 跟我喝两口 你着什么急嘛 我能不急吗 唐青山他都快把 十倍珍取集家门了 看来啊 还真是山穷水尽了 莫非 还有柳安花名不成 费兄 有句古话 你听说过没有 叫亮小非君子 无毒不丈夫 听过又怎么样 宝费 你去给我们俩 冲一壶上好的龙井茶 这儿先不用你管 我叫你再来 好了 好 去吧 宝兄 救人如救火 你就全当救我一命好不好 如果你能帮我取到施佩针 我会感激你一辈子 看来你还真让那个施佩针把你的魂勾走了 得 我今天就为你多几句嘴 要想得到这个美人 关键就在于一天 看你能不能下得了这个狠心 男子汉大丈夫 有什么不敢做的 我费勇家一向敢做敢为 况且是为了施佩针 有什么话 你就直说吧 好 不愧是费家的少掌柜 有魄力 可是 我还是不大好张这个嘴 唐青山是你的同窗好友 如果我要是跟你说了 你又下不了决心 这事 万一传到唐青山的耳朵里 我可就里外不是人了 瞧您这话说的 我费勇家是那号人吗 唐青山以前是我的同窗 没错 可现在不一样了 他抢走了我心爱的女人 他就是 我的仇敌 有什么话 你就说吧 你就别再吞吞吐吐的 跟个娘们似的 好 为了朋友 我今天就豁出去了 你看见我弟弟了吗 没有 小弟 小弟 姐姐 小弟你怎么在这啊 快出来快出来啊 瞧你把衣服弄得这么脏 苹果怎么还没吃啊 快吃吧 好 听说老佛爷最近下了三道密令 顿促捉捉拿新党的余孽 唐青山的老爷子唐天廷久后管不住嘴 已经上了新党的名单 只要再加点火候 就这 就算他老爷子下了大狱 可唐青山照样会把施佩真取进家门的 唐青山如果是到南洋去联络新党 他是不是就会和他老爹一块下大雨 可唐青山是到南洋运木头去了 沸沸扬扬的闹得满天宁味都知道啊 你可以给官府弟密信吗 密告他跟他老爷子一样 同情新党 同情新党那能叫无独不丈夫吗 你爱施佩真是想跟他过一辈子吧 宋唐青山下大狱 该告他是乱党头目康有为的特使 从南洋回来就是想起兵造反 逼老佛爷退隐 赢皇上亲政 这种事 要是传到老佛爷的耳朵里 这就是既抓既斩的死罪 怎么 不忍心了吧 算了算了 直到我什么也没说 咱们还是喝酒吧 这主意倒是不错 可就是损了点 唐青山毕竟也是我的同传好友啊 我要不是看着你整天心神不定的 闹死闹活 我才懒得说这些呢 算了 喝完了酒 回家睡上一觉 把一切都忘了 等到 等到唐青山娶亲的那天 你我再一块去喝喜酒 对 就是那句话 两小非君子 无毒不丈夫 唐青山既然敢夺我之爱 我还跟他客气什么 我就叫他去死 好 这才叫男爷们 唐青山死了 施北真就是你的了 你说呢 飞兄 包兄老毛深算实在是高啊 在事成之后 小弟一定好好谢谢包兄 你说这话就见外了 来 喝酒 我说包兄 我倒不明白了 包兄为什么对我的事 这么伤心呢 无人云哪 是为知己者死啊 不对吧 叫无力不早起 包兄一定也是另有所谋吧 我明白了 唐青山木材公司最近生意火得很了 他从南洋运回来的木头一旦上了岸 你们那个木材厂是不是就得关门了 我们那是日本人的生意 还愁斗不过他那个小小的青山木材厂吗 可我听说左腾先生为这事发了好几次活吧 唐青山一旦下了大狱 天津为的木材生意可都捏在你们手里了 左腾先生一定会提升你吧 哪比得上花轿赢得美人归呀 我们各有所得吧 我也算没掰出主意 我说嘛 好 那咱们俩现在也算同舟共济了是不是 那咱们是不是得好好合计合计 怎么能把这封告密信写得像模像样的 还得置办点像样的罪证 云娘 云娘 哪位爷没人照应了 是包大人哪 云娘 死哪儿去了 妈妈 不打紧的 我叫云娘帮我冲壶茶 让她端来吧 好 我让她马上就来啊 这个云娘死哪儿去了 有什么 看你什么了 不会是鬼吧 没有 别那么心虚 大惊小怪的 不过 还是谨慎点好 你刚才干嘛去了 我去看了看我傻弟弟 刚才门外是不是你啊 门外 不是啊 我一直在我傻弟弟那儿 王妈让人叫我回来的 说二位爷没人伺候 对不起二位爷 让你们久等了 好 来 给我揉揉身子 那我先回去了 别叫 要不然今晚就找个姑娘 先凑合一宿 哎 哎 哎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佩真 你是天主教徒 就不要败了吧 看你说的 你不在的这几个月啊 我经常过来求娘娘 求娘娘保佑你能平平安安地回来 多亏了你啊 求娘娘保佑 我才平平安安地回来 你咱俩还愿的吗 对啊 我要还愿 而且啊 还要求娘娘多保佑我们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少爷 早已经不再寻找 却难忘旧日怀抱 人随随我开花落 寂寞中不会再笑 温柔一律不能断绝 皆永恒来如刀 人心伤害你痛我痛 占不断轻易如潮 风吹热泪荒野飘飘 绵绵为你祈祷 过去和现在 我都知道 只有 只有你最好 作曲 李宗盛 纵然你已经去留 在梦中守住欢笑 我的爱一生一次 只投入你的怀抱 只投入你的怀抱 人心伤害你痛我痛 战不断轻易如潮 风吹热泪 风吹热泪 荒野飘飘 年年为你祈祷 过去和现在 我都知道 只有只有你最好 过去和现在 我都知道 只有只有你最好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